人呢不但长得帅 而且年纪轻轻就是迪爱的总裁 但还是不及我的徐墨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在这一天啊 我在直播 然后顺便还帮严夏推广了店铺 怎么找不到了呢 你是严夏的朋友 你们两个不会联合起来骗我吧 我为什么骗你啊 我和严夏长得很像骗人的样子吗 你如果不信的话 完全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监控制衣铺啊 二十四小时监控 对啊 如果严夏真的骗你的话 绝对隐藏不了 这的确是个方法 那家伙疑心病这么重啊 这心里肯定受过伤 严夏 赶紧把合约解了 不许上班呀 如果把合约解了 我又提不出有利的证据 一旦他们起诉我 那我就要赔偿DI一季度的损失 我怕这家店就真的要关门了 我一定要挺过这三个月的试用期 行吧 既然你都决定了 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坏了 我得赶快回去 我怕那个傻大姐应付不了 那个心里有病的家伙 我先走了啊 你个变态你要谋杀 他这么着急啊 该不会是把死期给 不要不要 你这么变态 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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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想不开 虽然你已经不是纯解之神 但只要你不说我不说 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的 仁煦 我 冷静 一定要冷静 我冷静什么呀 你给我放手啊 我绝对不会放手的 四季 别害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不要你陪着我 你给我放手啊 绝对不会放手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自杀了 自杀 对 虽然 那个变态玷污了你 但是你不可以情伤 人生的路还长 不要 不要因为到这 停 你看一下 我手上这刀 知道这是什么吗 刀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各位 这是没刀我个眉毛用的 怎么能自杀呀 那这么说 你不是要自杀 我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呀 那 那个变态 他没有对你 人心 你